好 那我們繼續下一關 是千礦華五 第32幕 哇 好漂亮的地方 這裡是 這不是懸海之底的嗎 怎麼四處還這麼亮啊 這裡本是晃到懸海周圍的巨大兵壁 後來在一次地震中崩潰 並入斷軸之後的平台 碰巧從而通往巨海之底的捷徑 由於地界靈氣多年來 乘距於此 冰壁上進階營有一層靈結晶霜 這靈晶智體會發出微光 正好把此地印得十分明亮 天律萬物之起 果是出了利耀之外 我本擔心越往下走會越暗 其實到頭來卻讓不成問題 拿不起來好 咱們趁這個機會通過這裡 否則此地呈小小之事 要是被敵人兩側夾起 那可大大不妙 來是不用急的 前方兵面上也有大批妖魔蠢動 想來是被只有附身所凌駒的妖氣所吸引而來 想要順利通過此地 恐怕一場大戰在所難免 任他前軍萬馬擋路 咱們也可以設法衝殺過去 閃光老兄 還是我們兩個打頭陣吧 哈哈哈哈 那成了什麼問題 第三者幕 千換華武 咦 這麼一洞 會不會是 月兒 你覺得他也不是嗎 不 不 我沒事 我想 那是持友 他的酸活在呼喚著我 走吧 他已經游泳不遠了 嗯 OK 這一集就是這樣子 好喔 我已經錄個結尾吧 好 那這兩幕就是很無聊的打小兵 那下一集就是要決戰持有了 最後 天天節最後的劇情了 喜歡我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跟V 還有Twitch 謝謝大家自己的收看